各位早晨,今天是9月26日星期四 美股三大指數隔晚報升 升幅介乎0.6至1%之間 主要受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影響 因為他前一天批評中國貿易政策不公平 但最新消息,他又跟記者說 北京非常渴望達成協議 所以雙方有機會比預期更早達成協議 消息刺激到美股報升 至於港股方面,今日都有跟隨而來為高開 高開130點,開曝26,075點 暫時都在市委附近培會 昨天就失一失的26,000點之後 今日就修復了 所以現在國慶假期就快到 國慶前夕都比較適宜審 因為10月和國慶日當日都似乎是比較多變的局面 所以投資者都是繼續適宜保持緊身 這裡來喜歡 Creator 這兩對 有什麼期待